欸! 我全部吃完了 我還要吃欸! 怎樣? 你的都很大聲 我最後被控制了 吳先生你可以輕輕起床嗎? 喔 要去 快點快點 我們要吃東西欸 我想說這一集呢就是因為我之前就有聽說 日本超商常常會買一些期間限定啊 或是比較特別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剛剛就有去看了一下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第一天實在是吃得太飽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買了幾個小點心 像是這個有期間限定的 應該就是布丁 一個是草莓口味的一個是 橘子口味的 然後還有一個 牛排口味的奇多之狐玄的 欸 因為我們要喝酒 配個餅乾 啊對 我們有喝酒 我們買了兩個茶酒 一個是烏龍茶的啤酒 然後一個是綠茶的啤酒 然後因為我就想說 我們兩個都不算是那種食量非常大的人 因為我們這次來六天五夜嘛 應該是晚上啊跟早上都有機會可以吃朝上的東西 如果有看到有挖到什麼寶寨來開箱給大家 但是你就要跟我一起拍五天喔 可以嗎? 欸 我回去還要跟你借 因為筆電傳檔案 在網路電腦喔 喔 我跟你說 因為我在他的電腦裡面扣充了一個SSD 這樣子一來呢 就不如我自己傳檔速度會變快 欸 你的遊戲體驗也會升級喔 電腦總是卡 速度不夠快 你需要來自日本的記憶體解決方案領導者 凱霞的Extra Pro NVMe SSD 有1TB跟2TB兩種容量選擇 使用Crystal Disk Mark的測試結果呢 可以達到每秒7300MB的連續讀取速度 跟每秒6400MB的連續寫入速度 標準的M.2 2280外型規格 方便讓你自行升級 有了PCIe 4.0跟NVMe 1.4的技術規格 讓它突破現階段SSD的極限 遊戲 剪片 圖像渲染 高效率都靠它 除了Pro系列 還有提供給主流大眾及DIY玩家的選擇 Extra Plus G2 NVMe SSD 跟Extra G2 NVMe SSD 都有三種容量大小喔 所以在內接固態硬碟的部分呢 凱霞一共提供了三種選擇給大家 也有Extra Plus行動固態硬碟 即差即用 還很時尚 讓重要檔案隨時帶著走 2023台北國際電玩展呢 凱霞將邀請許多知名玩家及KOL 現場互動 進行遊戲挑戰 贏家呢 還有機會把多項凱霞的儲存產品帶回家喔 我們就先來喝茶酒 來 敲一下 可以 喝喝看 喔 濃濃的烏龍味已經飄出來了 我不行耶 無糖 我也不行耶 因為它的烏龍茶加上酒有一個藥味 就是瑋韻會苦苦的 你喝喝看我的 我也喝看你的 好 我說我 我第一個就直接踩雷嗎 喔 妳的也很不行耶 你的好一點耶 應該說它的茶味太重了 我完全沒有喝在喝酒的感覺 對 啤酒 它們兩個味道是分離的 然後反而就像我剛剛講的瑋韻會 不知道是那個 因為茶的那個苦澀的味道嗎 跟啤酒花的那個苦澀的味道 可能就有點混在一起 對 我覺得 大家可以不用買 這兩個好難 我真的想說怎麼會有人買這個酒 對 這兩個酒是在Saven買的 先退一下吧 好 剛吃完苦的 我們再來吃甜的好了 你想要先吃 橘子口味還是草莓口味呢 我要吃冰 欸 我剛好想吃什麼 你幹嘛不直接講 冬天就是盛產橘子跟草莓的季節 所以吃起來應該是會不錯 它的大小我覺得很剛好耶 不會到太大 對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不是那種很喜歡吃甜酥 欸 它沒有給湯匙耶 那你 我想要 我們直接吸 一直這樣 不是 我們兩個今天怎麼客難組合啊 你先吸我看好不好吃 應該還可以喔 你先聞聞看 你先聞聞看 喔 草莓味很香耶 草莓味很香耶 不過是滿化工的那種 是我喜歡的那種草莓香 我覺得還 還好吃 它很像在吃那個優格 就是台灣有賣的那種草莓優格 優肉乳的那種出的那個優格嗎 它是那種有點狗狗的 它跟我想像中的不一定不太一樣 我的這個橘子味也蠻香的 但就是一樣是不天然的味道 優格味很重 那我們是優格吧 我覺得它不是不一定耶 我覺得蠻好吃耶 我覺得越吃越越好吃 這個 早上晚上吃都會耶 明天早上如果還有賣 我可能會再買一個 你吃吃看我的 如果沒有湯匙還是可以吃啊 就這樣用擠的把它這樣擠出來 嗯 喔 妳的趣味很重耶 還不錯 其實蠻香的耶 因為它不是那種死甜的那種 嗯 我本來有想像它會不會裡面有草莓子是沒有的 欸 我全部吃完了我還要吃耶 你晚餐不是才吃 夾大的拉麵很飽嗎 早餐就吃掉我吃了 早餐就吃掉 這個多少錢啊 我們的發票不見了 那個兩個到底要多勒 100多塊日幣不信 很便宜就大概30 40塊 可以買一次買兩個 會有飽足感的我覺得 我們起舵本來是要拿來配酒的 我們現在酒了 哇 那個酒真的 啊不是 還好我們有買一個正常的啤酒 欸 對 還好我們都被一個 還好 我們其實就買 阿薩尼分比 欸 這個很特別耶 這我記得台灣好像有賣 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阿薩尼它的這個拉罐 跟一般的易開罐造型是不太一樣的 台灣是賣小的 然後上面是有一點紅色的 它開的方式呢 就是你開完之後 你的手要握住上方這一塊 用溫度把它的那個氣泡 這樣慢慢慢慢砰出來 就很像喝真皮的感覺 沒錯 喔唷 喔 有有有有 這裡口 這裡口 我跟你講 大家看我們自己又覺得 一點參考價值 都沒有 太髒是不是 好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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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呦 -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 是因為 台灣跟日本的溫度不一樣 因為它不是 台灣要你這樣扶著它才會 冒 所以我們剛剛 一進到這邊有暖氣房 它可能整個 那個 可是我剛剛把它冰冰箱耶 欸 - 它現在已經呈現一個 OK的狀態了 很酷欸 加生皮欸 我真的覺得 這個開場太荒謬了 才第一天欸 大家後面還想看下去嗎 好喝 連泡泡都好喝 剛剛那兩個茶酒可以不用買 可以直接買阿達蜜 它大瓶跟小瓶只差 換算台幣大概差十幾塊了 差十幾塊而已 直接買大瓶比較划算 對 好 來吃吃看這個 你覺得它有信心嗎 感覺還不錯喔 牛排味 看牛排看 很好吃 聞起來滿牛排的 聞起來不妙 牛排口味的齊多 滿好吃的欸 牛排口味的齊多 滿好吃的欸 不錯欸 它味道滿兇 還是有保留原本的起司味 然後牛排的那個醬的味道 拿捏得很剛好 不會過於搶過那個 原本齊多該有的樣子 滿推薦大家可以買的 他說是時間限定 我不確定是到何時會沒用 大家來的話可以磨磨磨運氣 這個是在全家買的這款推 我們本來今天宵夜也想說去買 超市 但後來經過麥當勞 發現它現在也有期間限定 那我們就吃麥當勞好了 然後先跟大家說我買了他們 這是期間限定的冰炫風 這個是椒鹽捲餅焦糖口味 另外還有一個草莓可可曲奇 剛剛幫我做的店員是點餐的 然後是外國人 他感覺比較不會做 因為做上一杯的時候他不在現場 之後我就看到他在幫我做這一杯 就感覺動作很不熟練 我就跟胡說 他會嗎 看來是不會 怎麼 真的感覺怪怪的 本來圖片應該是長這樣子 看起來很美味可口 啊怎麼我的變這樣 沒關係我來吃吃看味道 味道好 好先看味道 椒鹽味超香的 喔 怎麼樣 好好吃 很好吃 有珍珠奶茶的味道 我剛剛胡說吃很少吃冰淇淋冰蒸中的人 沒錯 但是我剛剛看到這個口味真的太好奇了 而且杯子超可愛的 聖誕節 真的超級可愛 我也可以來 好 我吃一口 好好吃吃 真的 很香欸 大家可以買 如果回來日本 我們另外還有買漢堡跟三角的巧克力餅 我們就回飯店吃 走 go OK 我們回到飯店了 然後我剛剛這個已經吃得差不多 然後跟你們說它焦糖味非常非常濃厚之外 它裡頭還有一些堅果的顆粒 所以你咬下去那個口感是非常有層次的 另外它的名稱有個捲餅嘛 我跟你講 真的有一小塊一小塊的捲餅塊狀的會在裡面 然後它也會增添一點點軟綿綿的口感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像我不喜歡吃甜 但這個偶爾吃一下還不錯 另外呢 還買了一個三角巧克力派 但是我之前看它的包裝是 外面有一個很可愛的熊 結果 結果現在不知道是換包裝了還是怎麼樣 另外還有這個漢堡叫Grakoro 反正Grakoro忘記查 它好像日文是自己原創的 然後英文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無法解釋它 它那時候是有分一般版 這一般版其實很像有一點可麗餅的感覺 就是會蠻香甜的 然後另外它還有就是濃郁版 濃郁版會加炒蛋 然後整個可能起司的味會更濃什麼 但是我們剛剛買它說濃郁版已經賣完了 所以我們就買一般版 我不太確定到底是可麗餅還是肉 嗯 蠻好吃的 切麵 切麵咬出來 所以是肉嗎 還是可麗餅 我覺得它很像可麗餅 它超軟的耶 吃起來不是肉的味道 它應該是碎肉在裡面 但是做得像可麗餅 那下面那個是炒蛋嗎 還是起司 那是起司 我也不知道它裡面的料是什麼料 但是其實蠻好吃的 不是肉 應該就是可麗餅 嗯 可麗餅 蠻好吃的耶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走回來大概有半小時吧 我很怕那種醬如果加很多 整個麵包會濕濕軟爛爛爛的 但是我完全不會耶 難怪麥當勒拍就對了 然後它下面的那個生菜 就是也一點點一點點而已 就是最主要的味道的部分 還是留給中間的這個可麗餅 嗯 蠻好吃的 我真的很好奇那個巧克力派 但我也不知道怎樣的巧克力叫做好吃 就是我平常很少吃巧克力 就不要太死甜那種 我覺得應該都還不錯 但是我巧克力會吃金沙跟七夕乳家 就兩個最死甜的 我只是金沙耶 怎麼開啊 應該就這樣吧 啊 它把它撕開 它把它撕 它要撕開 那萬一有那種很可愛的包裝 怎麼辦 它只能把它撕開 還是要撕啊 那包裝就不用做那麼可愛啦 哦 嗯 要嗎 哼 應該是因為這個邊邊 還沒有很多巧克力醬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哼 好吃耶 它的餅皮超好吃的耶 哼 真是下午 那個咖啡買的真的不錯耶 嗯 就下午茶也很適合 嗯 不知道 早上應該有賣吧 它應該是全天候的 欸 它賣140日幣 哇 它那台幣很便宜耶 多少錢 3030出口吧 嗯 那我覺得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巧克力醬也是滿滿的 所以我看到滿多人都說 如果它是熱的時候 吃那個巧克力會燙到嘴巴 所以記得大家還是要稍微放涼一點點 我覺得放的也很好吃耶 嗯 我覺得很厲害耶 醬也有一點點 也有一點蒸果的小碎顆粒 嗯 很好吃 但是這個甜度我一個人吃不完一個 如果喜歡是巧克力的人 真的我覺得不要錯過 嗯 好的 今天我們在外面 吹風了一整天 然後 前幾天去的超市是全家跟Seven 然後今天終於去了飯店附近的Lawson 大家都知道Lawson很有名 是它這個小炸雞球嘛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查了這個口味查很久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包裝 它好像是寫雙倍的法式清湯口味 因為我去查了一下 法式清湯是今年1月初的時候 是慶祝他們35週年所推出的一個口味 然後這邊寫Double就是雙倍的 所以感覺應該還滿濃郁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買了一個辣味的雞軟骨 不過這個雞軟骨 我們剛剛放太久已經有點冷掉了 以及另外這個湯也是冷掉的 大家如果平常去吃什麼義大利麵啊 應該都有這種 這叫什麼 焗烤奶油濃湯嗎 呃 就是那種 叫什麼奶油 奶油濃湯 它叫什麼 呃 哈哈 一樣就是你可以直接戳開來去喝裡頭的湯 大家是全部攪進去的那一派 還是分開吃的那一派 就可以留言跟我說 因為它本身是攪進去派 我本身是分開派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碗要怎麼喝呢 讓你先分開 另外在喝的部分呢 我們有拿出我們前兩天買的這個 香蕉牛奶啤酒 跟那個兩個茶的啤酒同一天買的 希望這個不要雷 沒錯 我真的感覺很酷耶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嗯 哪裡有濃湯味 好紮實喔 但濃湯味在哪裡啊 嗯? 超好吃耶 但沒有濃湯味吧 嗯 它濃湯味沒有很重 超好吃耶 很像雞塊耶 它就是差雞啊不然咧 然後再來就是湯的部分 因為我那時候經過看 我真的是覺得蠻奇妙的 台灣沒有賣這種吧 而且剛剛超好笑 它剛加熱的時候是 麵包會膨脹 再縮下去 對 膨脹 再縮下去 很酷 對 所以現在是一個縮下去的狀態 我現在吃吃看它的麵包皮好不好吃 那我炸雞還沒給完 不然你先開這個雞軟骨 好 我超愛吃雞軟骨 嗯 我也超愛吃雞軟骨的 你看我靠在我的肩膀上開著 喔 這個飯店唯一的缺點就只有一張一張 沒錯 我們兩個現在做一起真的做得很特難 欸 好少喔 就這樣欸 這樣這個多少錢 好像來日本都不看價格 嗯 好吧 我們來開這個湯 的麵包 我最喜歡這樣子 把那個濃湯上面的麵包這樣剝起來吃 喔 這裡要配酒 好辣 那你可以開酒 上面的麵包 撲撲 我覺得麵粉味有一點重 我自己沒那麼愛 然後底下 欸 它底下這個湯 給你們看 它裡面這個湯 我怎麼有點勾力 感覺不是湯欸 感覺是 這是濃湯嗎 這麼這麼濃喔 對 它不是我裡面的雞肉很大塊欸 喔 真的喔 嗯 哎呦 它狗在一起了 欸 它是美娃的每一口都會有雞肉 我覺得蠻好吃的 湯如果可以再吸一點點 我覺得會更好 但是 還不錯啊 喔 蠻燙的耶 你說蠻燙的嗎 我以為 沒有 我原本原本很冰 我以為你要講什麼 喔 蠻濃的耶 什麼的 其實 蠻好喝的耶 你原本不看好喝 而且 這 裡面的雞肉 很多耶 雞肉超多的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喔 這個早餐 早餐來吃我覺得暖暖味也很不錯 早餐買真的不錯 吃個熱熱然後有麵包配 欸 薑菇吃上一個 好 薑菇我也覺得很推 今天買的都還不錯 很辣喔 雞蛋骨我覺得它辣的蠻入味的 嗯 很入味 可是 還是有一點點冰過的味道 而且我們加熱不夠久嘛 可是我們加熱加了兩次耶 那我覺得還OK 我覺得還OK 就是當宵夜配啤酒喝 很可以 因為它真的是 弄得整個味道很豬 對 然後我覺得沒有那麼辣耶 欸 你覺得還有 對 你們可以看上面的辣椒 其實也都是 它是灑蠻多的 真的是灑蠻多的 那你剛剛啤酒喝的如何 各位 我剛剛先喝了一口 超不好喝的 這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它超還原 香蕉牛奶的 香蕉牛奶啤酒 這個我會想買個10瓶放在家裡 真的假的 你喝喝看 但你本身喜歡喝香蕉牛奶嗎 嗯 還好 你先喝喝看 香蕉牛奶味超重 我覺得你可以 一定會驚豔 嗯 超好喝 很像在喝果汁耶 這個女生一定超喜歡喝 這根本在喝果汁耶 很不錯耶 它這邊也是寫期間限定 所以我不太確定到什麼時候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好喝耶 超好喝 它沒有什麼酒味 完全沒有酒味 我看到它寫它 它的香蕉牛奶跟酒的融合是好的 是1加1大於2的那一種 完全跟那個茶酒 茶酒真的很不能比 對對對 這一瓶是我們前兩天在Seven買的 目前好像只有看到Seven有賣 大家可以去Seven碰碰運氣 所以我們今天三個買的都不雷耶 真的 今天買的都很神讚 Lawson的雙倍法式清湯口味 還有這個 奶油雞肉的濃湯 上面有麵包的這個好吃 以及這個 辣味雞卵骨 今天是日本的最後一天 沒錯 然後 我們其實晚上吃超飽的 但是 今天就是問了妹妹跟他男友超商 他們有沒有最常吃最推的東西 他們就推了這一個 有點像是可樂果 然後他是說加了很濃很濃的起司 他們說如果可以啤酒吃的話很爽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這個 然後在Seven的話 買了一個 香魚燒 長這樣子 然後微波碗 有6顆 6顆 算是 蠻大顆的吧 確實蠻大顆的 然後我是買了一個小籠包 因為那小籠包它在那個架上面就寫高評價 蠻想知道這麼高的評價到底是拿來的 所以我就買來 但是 目前看起來 賣相不佳 你看我還買了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珍珠 我就很想喝 然後拿回家才發現它是香蕉牛奶 我就先來喝喝看 那你先吃這樣一勺 好 然後你是不是還買了一個明治牛肉 喔對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因為很多人來日本都會買這個 珍珠真的不好吃 它不是珍珠吧 這個珍珠一點嚼勁都沒有 它很像果凍 但是我覺得牛奶的比例 略少 我喝看一口 你喝喝看 那你喝看我牛奶 明治牛奶確實真的很好喝 全都很好喝耶 但我不是珍珠 所以我不是珍珠 牛奶就牛奶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喔真的喔 嗯 但我們兩個介紹食物 大家一定都覺得 這兩個人到底在衝殺會 不會啊 量起來的東西好像都很難吃 食物反正就是因人而異的 我喜歡吃的東西 通常都很怪 通常都是大家不喜歡吃的 那喜歡加工食品 嗯 我喜歡加工食品 然後張米燒我附這個 柴魚片 這六塊都是你的喔 因為我沒辦法吃海鮮 就交給你了 好 我會這樣冰耶 這樣不能一起拿進去微波喔 對他這樣不能微波的 這個 章魚燒要微波五分鐘 算是我們這幾天吃過 微波最久的食品 對比較久的 再給大家盡開一下我的小籠包 看起來好可憐 它剛剛下面是微波完之後有湯汁 但現在好像 我不喜歡加醬耶 等一下直接單吃 我剛剛吃了一顆章魚燒 它的心得是章魚好少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中間的料到底是如何 我把它打開一點 所以一塊一小塊章魚 不過我本來期待的是 它可能料會比較多 這一盒多少錢 它也不貴耶 我記得好像是400多日幣 所以換到台幣起來 其實也是大概100塊左右 不過我覺得還OK 那你覺得這好吃的吧 你拿出來 好吃的如果是宵夜有這個選擇 我是可以買的 那我剛剛咬了一口小籠包 我覺得滿失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裡頭的料 其實非常的少 就是料就這樣 一點點而已 然後 麵皮是薄的啦 所以其實蠻好咬 然後也有Q度 可是 我不懂它的高評價是哪裡來的 然後有一點油 因為底部都是湯汁 你看這邊快要滴下來那個油了 油滋滋的 我覺得 這個小籠包的皮 吃起來有點像霸彎的皮 所以是Q 可是就 我覺得跟 想像中的小籠包 味道 不太一樣 味道一樣 可是口感 不一樣 然後 搭起來不是那麼的 和諧? 一定是微波的食品 我覺得 可能也沒辦法做到那麼厲害 我覺得它必須把它那個高評價的標籤給拆掉 說不定有人吃過覺得很好吃 可以留言跟我說 對 我再吃吃看 就是妹妹跟妹妹男友集推了這個餅乾 喔 它很滿耶 不會有那種 買餅乾送空氣的感覺 非常的實在 喔 好濃喔 起司味好濃 可是它起司味 非常均勻的分佈在整塊上面 喔 吃上一個 嗯 這超濃 這超濃 我可以耶 這個很好吃耶 喔 這真的不錯 欸 可是我發現囉 越到下面一點點 越不橘了 這上面的這麼橘 可能灑在上面 對 這上面的開始有點黃了有沒有 這個大家可以買 配啤酒 這真的刷趣耶 真的超級刷趣的 那以上也就是我們這一次在日本 挖到的一些宵夜的名單 有雷的也有不雷的 有超級好吃超級驚豔的也都有 就給大家當作一個參考啦 然後我們本來真的是想說要做早餐跟宵夜 但一個早上真的起不來 所以之後就 請問宵夜 直接變成宵夜場 如果有什麼你有興趣的 之後來日本可以吃吃看 那你覺得好吃可以留言跟不說 那以上就是這支影片啦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我們就下期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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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們 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 羽恩 Yu底線 按讚 訂閱 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